嗨大家好 我是科文明布马 今天带来的是杀戮天眼 他和许多穿越电影一样 喜欢在前期埋藏悬念 比如会有很多神秘人神秘事件 后来呢主角穿越的多了 这些神秘的人和事就纷纷露出真面目 然而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惨快感 男主角詹姆斯从小就有预见未来的能力 不过这个能力是随机发动的 并不能人为控制 这天他上街的时候 有一个胖流氓正在欺负女孩 他正好出发能力 遇见胖流氓会揍自己 而自己呢会捡到个大钱包 诶这段打看起来很值嘛 他笑着上天逃打 对方呢则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奇怪的请求 愣在原地 此时一个神秘人忽然冲过来 他的钱包也掉在地上 詹姆斯以为这是流氓的同伙 把他打倒在地 而自己却16号被胖流氓一拳打倒 好在胖流氓打完正一拳之后 就信心离开了 詹姆斯爬起来之后 从地上捡走了钱包 一切正如他的预料 女孩非常感激他 自我介绍说叫安琪拉 而詹姆斯跟他接触时 再次觉醒超能力 遇见到自己和他会变成情侣 这让他不禁动心了 两个人正说着话呢 有两个打手找到詹姆斯 这两个人也算老相识了 今天他们是奉自己的老大之命 来约詹姆斯见面的 詹姆斯跟着他们俩七拐八拐 终于在一个工厂见到了老大 最近老大搞到了一包 不太光彩的钻石 希望能投影出去 但警方把他盯得太近了 他只好让詹姆斯 借着预见未来的能力 离开警方投影 事成之后 他能得到十万的好处费 说话期间 詹姆斯再次觉醒能力 见到了钻石交货的画面 虽然他也看不清 这是谁交给谁吧 但他确实成交了 詹姆斯因此信任同意 不过他也强调说 自己的预知能力吧 是随机出发的 所以他只能一直带着钻石 等到新的幻象出现之后 分析幻象再做下一步的行动 老大只好同意了 他把钻石交给詹姆斯 还让纳琳哥打手 暗中保护他 詹姆斯回家不久 咱们就被敲响 原来是安吉拉来登门道谢了 詹姆斯喜不自身 把他接近家里 两个人借此互相了解 也加深了感情 那咱们就不得赘述了 后来呢 詹姆斯独自发了火呆 再次触发了能力 可他却忽然脸色大变 因为他竟然看到 钻石撒了一地 而自己中枪被杀了 这让他陷入恐惧 无法自拔 差不多和这同时呢 两个大手也偷偷打起小算盘 他们想背叛老大 从詹姆斯的手里把钻石枪走 在詹姆斯为未来恐惧的时候 他们刚好破门而入 而詹姆斯忙拽着安吉拉逃跑了 在逃亡的时候 詹姆斯把自己的超能力告诉了安吉拉 他还举例说 自己能遇见警官回来打招呼 结果真的一年 安吉拉因此深信不疑 后来呢 他还把遇见自己中枪死亡的事情 也告诉了安吉拉 这也让他由衷难过 当晚两人到了一处小旅馆赞助 詹姆斯先把钻石锁进保险箱 再和安吉拉出去吃饭 那大家注意 这个保险箱用的是密码锁 两个人在吃饭期间 又谈了好多走心的话题 比如詹姆斯说 自己虽然能遇见未来 却无法改变未来 这让自己特别无力 感觉这个能力 其实更像是一种疾病 两个人谈过之后呢 进一步的拉近了感情 也一起回到旅馆 可詹姆斯一进门 就发现大事不好 因为不知道什么人闯进来 把保险箱里的钻石给呛走了 詹姆斯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知道这里凶多吉少 芒和安吉拉家乘 后靠了养父 詹姆斯的母亲去世的早 全靠养父把他养大 今晚他把一切告诉了养父 尤其是遇见到自己被杀的那一段 不过他仔细回想幻象才发现 那里的装潢和养父家一样 看来自己就是死在这里的 两个人正说着话呢 门外又有人咚咚咱们 这是老大领着两个打手杀来了 原来打手在抢钻石失败之后 恶人先告状 诬陷说是詹姆斯卷了钻石箱跑 詹姆斯想要辩驳 奈何钻石被神秘人偷走了 只能越描越黑 那有小伙伴肯定不明白 詹姆斯为什么不当场揭穿两个打手呢 其实吧 咱们是从上帝视角 才知道打手们是内鬼 而詹姆斯当初刚听到有人闯进自己家 就逃掉了 双方便没有接触 他也不知道入侵者就是打手 现在老大情绪激动 威胁詹姆斯必须交着钻石 而詹姆斯又根本没有钻石可交 只能干着急 局势越来越紧张 正在这个时候呢 外面忽然传来了某个神秘人移动的声音 老大和打手都紧张激动起来 后来外面甚至传来了一阵神秘枪声 老大更紧张了 几乎歇斯底里 而安吉拉趁机掏刀想杀老大 不料老大回头就是一枪 他反而中枪被杀了 詹姆斯看着安吉拉的尸体不禁目的口呆 而养父则趁此机会 把一记银色血清注入他的体内 道歉说自己没有时间解释了 经历了一幕幕光怪陆离的景象之后 詹姆斯再次醒来 地点仍然是养父家 而时间却回到了几十年前 当年养父还只是一个中年人 但当他看到詹姆斯扎的银色血清之后 顿时明白了这是什么东西 原来养父年轻时是一位科学家 他曾拿老鼠做实验 秘密研制出这种银色血清 这是一种时空穿越的药物 老鼠扎了它就能穿越时空 而具体穿越到哪一段时间呢 取决于老鼠脑子里的想法 老鼠在经历过各种穿越之后 再回到现代 就有了随机预见未来的超能力 而同里可得人类也是一样 这样也就能解释 詹姆斯为什么从小就能预见未来了 因为以前养父就偷偷拿小时候的他 做过穿越实验 只是没有让他知道而已 这让詹姆斯有点小伤心 不过当务之际 是要把安吉拉从死亡的命运中 给拯救出来 以往詹姆斯都认为 未来是不可改变的 但是为了安吉拉 很愿意试一试 养父停留之后 把一针银色血清送给了詹姆斯 他并不是一次性的 一管可以用很多次 只要把他扎进身体 再专注思考某段过去的时光 就穿越回去了 詹姆斯照做之后 果然穿越到了今天白天 这一次他偷偷藏在自己家附近 终于发现 原来入侵自己家的人 正是那两个打手 两个打手也发现了他 想要对他不客气 但他来的时候 随身带着银色血清 他再给自己扎一针 就又穿越到了当天晚上 这个时间线上原本的他呢 刚把钻石锁在保险箱里面 正和安吉拉在餐馆里面吃饭 詹姆斯心想 安吉拉之所以死呢 是因为老大上门讨钻石 而自己交不出钻石 那只要自己提前搞到钻石 把它交给老大 安吉拉就安全了 不过在此期间 还发生了一点小差距 两个打手又察觉到 他想要逼他交出钻石 不过他们并没有成功 詹姆斯还是流浪 打手们害怕詹姆斯 向老大揭发自己 于是恶而惊告状 声称詹姆斯是带着钻石潜逃了 现在他正往养父家逃 老大果然大怒 带着他们追了过去 詹姆斯赶到养父家之后 把一切来龙去脉 全告诉了他 尤其强调说 拯救安吉拉 关键就是把钻石交给老大 他提前把钻石交给养父 让他等老大找上门的时候 务必要交给他 然而老大针上门之后呢 根本没让养父说一句话 就把他给打倒了 詹姆斯眼看这一招不行啊 只好另想新的办法 他从打手的车里 偷了把枪 躲在草丛里面想 偷袭老大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开枪呢 自己反而被一颗 再次死掉了 詹姆斯中这一枪之后 伤势很重 但他仍然给自己扎了一针 又穿越到了 电影刚开头的时候 这次他心想 如果从一开始 就别让安吉拉和自己认识呢 那他就不会有危险了 于是亮亮枪枪的爬了出去 当时呢 原本的自己正试图 从胖流氓的手下迎巡救美 詹姆斯忙扑过去阻止 他的钱包也在此过程中掉在地上 原本时空的他 还以为他是胖流氓的同伙 乱犬将他打倒 而这一切都跟开头呼应上了 一直是把银色血清放在腰间的 这次打斗的动作幅度太大 正好让银色血清扎入他的腰间 又让他一晚穿越到了当天晚上 现在他在养父家附近 而老大刚刚赶过来 劫持了所有人 眼看安吉拉又要死掉 詹姆斯亮枪着想要阻止 无奈伤势太重 行动笨拙 发出的声响惊动到了所有人 一位打手紧却发现试图开枪 而詹姆斯一铁敲过去 刚好让他走火 这发子弹又刚好打中了 此前躲在草丛里的那个詹姆斯 所以之前那发歪打正着的神秘子弹 就是这么来的 话说詹姆斯在搞定这位打手之后 艰难的走进屋子 当时老大刚对安吉拉扣下半计 詹姆斯普莱之后 他吓得转身又是一枪 刚好击中詹姆斯 这一切正跟詹姆斯此前预见的 完全吻合 此时打手们刚好从养父的家里 搜出钻石 把它交给了老大 而这一幕也正是詹姆斯 最初预见到的画面 当时他误以为这个画面 代表着教育顺利完成 现在看来是一个大误会 那再说回正题 现在詹姆斯中担之后 并没有立刻死亡 他告诉老大 这两个打手才是真正的内鬼 老大果然警觉起来 然而呢 这并没有用 打手们还是强杀掉他 然后带着钻石跑掉了 詹姆斯趁此机会 再次扎血清穿越 这一次他来到了几十年前 养父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 他用最后一口气叮嘱养父 将来一定要到领养院 领养一个叫詹姆斯的男孩 说完终于咽下了气 电影到这里手尾相扣 形成了闭环 那如果电影就这样结尾的话 就证明詹姆斯 确实只能预见未来 不能改变 他的人生都是注定的 虽然这样在逻辑上很完美 但在情绪方面吧 也比较消极 而本片呢 可能是为了避免这种消极感 在结尾时又做了一个反转 詹姆斯最后的冒死一撲 并非是毫无意义 这改变了未来 让老板手抖一下 直打中了安吉兰的健保 他从此没有生命之忧 但是仍然很疼 当所有人死的死走的走之后呢 他一个人发出了痛苦的喘息声 那大家一定记得 此前詹姆斯在传来传去的时候 曾有一次是躲在草丛里面 想开暗枪 自己却先中枪到底了 按照原本的时间线 他中枪之后 是要扎血清开始下一轮穿越的 但现在他听到 屋里传来安吉兰的痛苦转息 忽然意识到他并没有死 于是放下血清冲进了屋里 他们欣喜的发现 双方虽然都受了伤 但是也都活了下来 而前方还有无限可能的未来 在等着他们 虽然吧 这个结尾总让人觉得逻辑不太对 不过导演应该是想留下一个 乐观圆满的结局 那咱们也就配合导演 一起高兴一下吧 那么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CoreFans 咱们下期再见